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6这两个车是否仅在尺寸上有差异 家用不装货哪辆车更合适呢 双离合是否可靠 手自动如何选择 W1Y V5 这个车外形比较吸引我 但是听说异响问题比较恐怖 入手的话比较犹豫 领克01 有点小超预算 这个价位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有哪几款更值得入手 请不吝赐教 这位朋友想买个SUV 首先说哈佛是中国自足品牌翘术 No.1连续多少年的销量冠军 H6很靠谱 现在官将2万 还出了M6和F7满足你的个性需求 H2 H4 H6这些车子都比较常见 大小尺寸不同 空间不同 看你喜欢 所有的哈佛车现在改款以后 1.5T的和2.0T的都算比较靠谱 手动自动看你喜欢 我们的经验 它的手动自动车都还可以 如果你生活的城市不堵车 手动挡就OK 为什么呢 保养便宜 比较省油 维修也比较便宜 自动挡的车毕竟比手动挡的肯定是要废一些了 它的传动效率方面将来保养也比较贵 至于你提到魏和领克代表着咱们自作品牌中的最高水平 你可以理解为H6就是哈佛的顶级品牌和极力的顶级品牌 它们价格你能买到的盒子品牌2.0的 配置只能说惨不忍睹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 我们见过魏的车主 也见过领克的车主 反显还可以 魏就是油耗稍高 但是外观绝对来风 配置超高 领克外观 说句实话 吉利收购沃尔沃尔以后 给它整个品牌力的提升真的不错 类似的车型 你还可以考虑二线的合资品牌 比如说同是日系的欧兰德 它品牌认知度没有封建本田那么认 所以它的性价比相对来说比较高 年轻人买车 说句实话 你无论是买自作品牌 合资品牌三五年就要换掉 所以耐久性倒不是最重要的了 这些车在你手里用这几年问题都不大 差距在哪 保值率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 如果你买一个魏和领克这样的品牌 和买一个入门级的合资品牌 比如说风田的RV4 齐骏 可能价格差不多 但是内饰的舒适感绝对不一样 但是卖的时候 自作品牌的保值率 照合资品牌却有差距 你是要面子还是要理子 这个是一个问题 看你喜欢 这个级别的车型里边 老胡推荐2.4的四驱的欧兰德 性价比非常好 好 今天的老胡问答就到这结束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跟汽车相关的问题想问老胡 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 胡赶汽车 点击并在下方留下您的问题 老胡会在下一期节目中为大家做一一解答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